双侧敷定机 咱怎么使用和怎么保养 咱说一下 首先这个机器需要220电源 找个插座 把插座插在插座上面 这个机器需要气压 把气管要插在这个部位 要插在这个油水过滤器上面 最后打开电源 把电源打开 这上面有这个箱子的高度 箱盖长度 箱边距 硬素 我说一下这个箱子的高度 该说哪个事情啊 我吃的 吃的 箱盖的长度啊 箱盖就是咱这个箱子的盖子 或者是箱笛 箱子的高度 就是压线和压线的中间这个距离 箱子高度 作为这个来说是195 数上195 硬上确定 这是箱子的高度 咱再量一下箱盖的高度 这个箱子的箱盖的高度是130 箱盖的高度 咱要数上130 130 硬上确定 箱边距 箱边距一般的在620也可以 箱边距就是 箱边距就是在这个压线的这个部位 压线的地方和打钉的这个地方 一般的是615到20 是这个距离 箱边距数20 20 硬上确定 这个箱子呢 低速需要3个也可以 数上3 硬上确定 随后 点一下这个自动定位 这有个自动定位 它就是把尺寸自动的导过来了 箱子的高度是什么 它自动 自动定一下 最后呢 这个开始这个机器啊 到弹场以后啊 每天的 一天的打两次机油 上午一次 下午一次 最后呢 就是这个 把机油 把这个机油上面的机油打上 上班之前 打机油的部位 这里 你想 有竹孔 还有这个部位 还有这个部位 还有擦刀里面 还有这个地方 气缸后面有个油孔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润滑这个弯子 从用的 还有这个部位 也是个油孔 还有皮带下面 皮带下面有个滑轨 有个滑道 这个滑道呢 一般的情况下 五天打一次机油 可以 五天打一次机油 机头呢 是一天上午一次 下午一次 打机油 最后呢 这个扁线上的时候啊 这两块扁线 都在这个中间 中间下 就是可以这么说吧 左边这个上右钻 右边这个上左钻 要在这个两个 两个边的中间下 还有一个事 记住 没开机之前 不要放扁线 因为咱这个机头 到了厂家以后啊 它这个机头 要自动的找一下圆点 你擦上扁线以后啊 你可以开始打直线了 这个地方也窜在 这个气缸下面 到时候气缸 一走的话 它把它压住 还有一个事 这个托纸杠啊 就是大 这个大箱子往外走 往外靠 小箱子往里来 让我瞧的时候啊 让我瞧的时候啊 让这个托纸杠 扁线这个箱子 要栽一点也行 扁线这个箱子 要栽上五公分也行 张网这个尺寸也可以 谢谢大家